雁子正在觀賞坐過京城的風光 忽然間前面兩部兵車攔著去路 雁子抬頭一看 只見兵車上坐著十幾個標形大漢 個個身高八呎以上,盔甲鮮明 手拿著長矛劃擊,好像天神下凡 截著雁子的馬車說 奉大王之名來護送侍者入宮 原來楚王明知道雁子生得矮小 他故意挑選十幾個特別高大的軍事來 說要護送雁子 想乘機引起京都街市百姓來機兆雁子生得矮 雁子一看就心中了了 他大聲渴過去 我是奉命出事楚國 是想兩國修好 並非是來下戰書 應該派大夫來迎接 你們用武士來商刑 你們給我讓開一面 那幫武士給他一渴 自知理虧,只有怪怪避開 雁子的馬車就長驅直進去到皇宮 皇宮外面有幾十個官員 個個衣冠整齊,表情嚴肅在等候 這幫人都是楚國的豪傑,朝中英華 就打醒精神下車相見 大家嚇吐一番之後 就分賓主站在兩邊等候入宮拜見楚王 剛剛站定 有個官員就開口了 九文大夫大明 我想有件事請教一下 雁子一看 原來是楚國令韻子民的後人 叫做兜成賢 此人少年得志,性器令人 雁子知道他 來者不善一定是由心來挖苦 就問,大夫有何指教呢? 沒什麼沒什麼 我想請教一下 當年齊援功清靶 齊國曾經勝極一時 後來國力衰美 變成朝進暮楚,低心下氣 今天看齊喉的志氣 不下於當年援功 你呢,有名的上國 才能可以跟當年的管仲比美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你們齊國還不振興舊業 從當霸主 反而要服侍大國看人面色做人 將自己當成像神下伏蟲一樣 哈哈,我真的不明白其中道理 請大夫指教指教 大夫這樣說就不妥了 古人說,適時務者為俊傑 通緝變者為英豪 一個國家 輕旺衰微也沒什麼奇怪 當年齊進稱霸中原 秦國獨霸西方 楚國稱霸南萬 雖然是人才代出 亦都是棄素造成的 俊文公鴻圖大量 也曾經幾次打敗仗 秦穆公勝極一詞 今天也子孫微弱 就說你們貴國 楚莊王之後 也屢次被俊國和吾國打敗 啟讀齊國獸的挫折呢 我們主公今天 雖然未能夠恢復霸業 只是在揚兵練仗等候時機 我今天來楚國 是為了兩國友好 兩國事者往來是平常的禮節 怎麼會像神下伯蟲拜見主人一樣呢 大夫 你祖先靈魂子民 是楚國明神 通情達理 適時無通變故 你是他的後人 為什麼一點都不像你祖先 反而說這麼橫蠻無理的話呢 哈哈 眼子一番說話 講到那個窦成賢臉都紅了 縮兩下條頸就站在一邊 另一個大夫 叫做楊蓋 見到窦成賢輸了 就開聲問 眼平仲 你既然認為這麼忠於社職 那我問你了 齊莊公被崔廚慶豐殺了 當時齊博忠於莊公的大夫 這麼多人都自殺了追隨莊公於地下 你是齊莊公的大臣 又受過齊莊公的恩典 為什麼一不見你想辦法平定判亂 二不見你遠走他鄉 持官歸隱 三不見你殺身相隨 還留在朝中做官 哈哈 我看你說就說忠於社職 其實呢 就保住自己名位就真的 硬指就說 大夫這樣說法就錯了 如果國軍是為齊國而死 做臣下的跟著他死也很應份 但是仙君莊公 並非是為社職而死 臣下為什麼要跟隨他死呢 如果為了要換取個中軍的明星 白白的送死 我看就不是智者所為了 再說 平定判亂要等候時機 如果盲目亂動 於國於民有何好處呢 至於如果說要忠於舊軍 就要器官隱居 持民當時國家有難 做大夫的個個都走了 那麼國家大事是誰來來呢 憑一詞之氣報個人恩怨 將社職萬民置之不顧 難道敢是大丈夫所為嗎 楚國也曾經試過幾次 國軍遇難的辯亂 在座之君 好多都是當年的救臣 為什麼又不個個自殺追隨舊主 還留在當大夫呢 按止這番說話 講到楚國那班大夫 好過個個臉紅耳熱 是嗎 楚國這幾十年 因為欠黃偉 兒子殺老爸 弟弟殺大哥 大臣殺國軍 不知道多少次了 就講現在這位楚寧王 就是殺了國軍搶黃偉搶回來的 那現在再次大臣 又不是照樣做法 故此硬子這樣說 楚國整班大夫 個個無言可對 一時間鴉策無聲 封了口 忽然間另一個大夫大聲說 我看齊喉就用人不當 怎麼會找到鴉策來做上國出事楚國的呢 鴉策一看 原來是太宰 為啟僵 就是這個為啟僵 欠繼楚皇 要設下層層障礙來為難羞辱鴉子 鴉子就問他 大夫 請問為什麼說我不配當上國 不稱職做使者呢 韋啟僵就說 齊,齊國是個大國 做大夫的為了表示國軍的恩寵 國家的威儀 就應該衣著華麗 居馬要豪華 隨從要威武才行 看來啊 輕居簡蟲 也未免有失體統 聽說你平日節衣縮食 一件皮草都穿幾十年 這樣呢 真是認衰你們國軍的 眼子聽完 嘎嘎聲笑 哈哈哈哈 大夫這樣說法 未免太膚淺啊 我自從當了上國 受國軍恩賜 父母妻子 三族都封衣足食 近從我的徐從有七十幾人 他們幾百口家人都由我來供養 我個人折劍點 他們大家日子就過得好點 這麼多人都感激國軍的恩典 怎麼會又損國軍面子呢 而當事者 就要看他是否應對得體 是否能為兩國修好出力 豈在乎衣服華麗 隨從眾多呢 眼子還未說完 現在一個標形大漢挑出來 指著眼子大聲笑 哈哈哈哈 我聽說 舊時 成湯身高九尺 所以做了賢王 紫桑身強力見力敵萬夫 就成為名將 古來有名的君主名士 都說一貌堂堂身體灰雲 紅風斗斗 故此能夠立功當世誰名後代呀 看你呀 身高不滿五尺 手無搏雞之力 只得把口 自以為本事 是起飛笑大天下人之巧 眼子一望 這個人神高神大 原來是楚王的護駕將軍 這位將軍已經不是語言譏諷 簡直是出口傷人 眼子微微一笑 將軍 清陀雖少可壓千斤 撐船那支竹雖然長 只是用來插進泥那裡 講身材高大 當年僑裕身長一將 講歷喜 南宮萬歷大無窮 這兩個都是死無葬身之地 看你呢 身材都未夠他們高大 不過就不知道你的下場 會不會好過他們呢 至於我 我就確實沒本事 只不過有問必答 哪敢在各位面前來請能呢 各位大老操將軍被他這樣一搏 當堂啞口無緣縮困過去 那個時候呢 楚角把路找五舉來了 見這些大夫過過過幕後幕臉 知道一定是經過一場爭巢 就對那幫大夫說 眼平仲乃齐国言得之事 住郡何必恶如相嫁呢 误举就大眼子入宫去拜见楚王 谁知那位楚王呢 就更加不客气 他拿眼尾瞅了眼眼子就说了 难道齐国就没人了 眼子就说我们齐国人烟囚物 呵气成云飞汗成雨 堂堂大哥怎么会说没人呢 既然齐国这么多人 为什么会派你这么无德无才的小人 真是楚国当侍者呢 眼子见到楚王居然用这么恶毒的说话 来到谩骂齐国侍者 侮辱齐国 真是嚣张拔护到夹 非要狠狠教训一下他不可 只见眼子微微一笑说 大王你有所不知 我们齐国有个规矩 去那些港礼节有言德的国家 就派最有言德最有名的大夫去当事者 去那些漫横不讲理不知礼法的国家 就派那些无德无才的小人去 我是齐国最无言德又最无才能 最无用的无名小卒 故此派我来楚国就最适合了 那个楚王 想不到眼子那把嘴这么厉害的 以为靠大压势就吓到他 谁知反而被他弄回头 当堂无话可说 刚刚那时有个内侍捧了一盘合欢吉上来 楚王就叫他拿一只给眼子吃 眼子拜谢楚王以后 连皮带肉 整只吉仔来吃 楚王见到这样就嘎嘎声笑了 哈哈 你们齐国敢不讲历法呢 连食吉仔都不识剥皮的 哦 肯定是齐国连水果都没得吃 啊 云子就不慌不望说 大王 古时圣人说过 为了表示对君王的尊敬 君王上次的西瓜 蜜桃金骨 都不剥皮来吃 小臣这么做 只是因为当大王是我们国君 这么来尊敬而已 何况大王只想赐我食合欢吉 并没有吩咐小臣要剥皮 臣怎么敢说剥皮来吃呢 厌子这番说话真的说得十分得体 一方面就恭维了楚王 另一方面呢又讥认楚王不识礼法 那位楚王听到厌子这么说 心中有一些敬重之意 就下令摆手席来接待厌子 首席进行到一半 忽然几个武士 帮着一个犯人推进来 楚王就问 这个犯人是什么人啊 大王 这个犯人是齐国仁 齐国仁 犯了什么罪啊 他专门偷渡抢劫啊 楚王就问硬子 哎呀 齐国仁专门去偷去抢 做惯贼的吗 硬子呢 就明知这些是预先布置好 来侮辱齐国的了 硬子四边望望 见那帮陪饮的楚国大夫呢 个个微飞色舞 议论纷纷 有些人就说 是啊 齐国很多人专门来楚国做贼的 有些人就说 齐国专门出盗贼 有些人就说 龙生龙奉生奉老鼠生儿 挖地窿嘛 齐国人是这样的了 硬子不方不望 起身对楚王走个礼说 大王 听闻江南有些物金 移到江北中 就会变酸的了 同样是一种金 为什么会变酸呢 因为水土不同 故此是由甜变酸 我们齐国本来没有人做贼的 怎知一来到楚国 慢慢就变成小偷强盗 大概是因为楚国水土的关系 所以好人都变坏 楚王听完了整个 兇了很久 叹了口气 唉 华人本来想凌辱你 怎知这么多人都逗你不过 反而被你弃弄 哈哈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 所以 于是 楚王就用厚礼来接待 雁子 齐楚两国就结为盟国 那进国见到这样 就再不敢攻打齐国了 雁子在楚国住了一轮 楚王就叫令允送雁子离开楚国 雁子返岛到齐国 就将出事经过 就报过给齐景公 齐景公就十分欢喜了 就要上市一大片荒地 一大批金银珠宝给雁子 雁子统统不肯要 齐景公就是要上市的东西 最后呢 雁子只要了一部四匹马拉的马车 那第二日 雁子呢 就坐起一部新马车去朝见国君 雁子旧时那部马车呢 车又旧 马又瘦 这回呢 换了四匹高头大马的新车 那部车是十分华丽的 那驾驶马车的车夫呢 就十分得适了 一尾飞动皮鞭皮皮啪啪来到鞭打马匹 马车就飞快驶过街市 街上行人就纷纷避开 那位马车夫呢 左顾右盼神气十足 那晚呢 车夫就回到家 就对老婆演一下 就问了 你今天有没有看到我驾驶马车 送上国上朝啊 怎知道他刚刚说完呢 唯一声 老婆哭了上来 车夫就一头霧水 喂喂喂 我有一部新车这么威风 你哭什么呢 他老婆就说 我在街上见到你了 人家硬指 身为上国明文天下 坐在车上 神态自然 谦虚有礼 你呀 你不过帮人家驾驶马车的 看你那部神气啊 洋洋自得 好像高人一等那样 路上的行人 个个都掩着嘴来笑你啊 说你小人得志此世灵人 我做你老婆的 都没有面子见人啊 那个车夫听到自己老婆这么说 真是臭到面都红了 第二天 再驾驶马车一会儿 整个变了 老老实实 窺窺窺窺窺 硬指 觉得奇怪了 就问他 咦 为什么你昨天在摆威风 今天就整个变了呢 马车夫呢 马车夫呢 就把老婆昨晚 教训自己的事 说出来 硬指就称赞他 你这样做好 知错能改 大有前程啊 后来呢 硬指见到这个 马车夫 也是个有作为之人 就破格提拔了这个车夫做大夫 这个马车夫呢 就拜谢硬指 硬指就说 你不用多谢我 要多谢呢 就多谢帮助你改过那位夫人 就是了 过了没多久 天上出现了卫星 旧时封建没有科学常识的 见到卫星就说 上天要降灾难给齐国了 齐警公就害怕了 马上去找贫子 想叫贫子去祈祷上天 消除灾祸 贫子就说 星神运行 只是天然景象 哪里说明什么吉凶啊 只要主公能够爱惜百姓 为国家着想 不用理那么多东西的 如果国军没到 就算是没有卫星出现 也都会亡国的 齐警公听到这么说 心才定下来 又有一天 齐警公就去贫子家 贫子刚刚在吃饭 齐警公看到桌上 只摆着两菜一汤 十分省健 齐警公就说 你贵为商国 吃这么粗的饭菜 是否过分点 贫子就说 今年再放 有些百姓 连两餐都吃不饱 好 像我这样的饭菜 比起老百姓 已经好得多了 我得行和财能 未必比人高得很多 只要火食 已经比老百姓好多了 我受之有愧 怎敢再贪徒享受 刚刚说完 一贫子的老婆出来 执拾碗筷 他回去了之后 齐警公就小声问 喂 这位就是你夫人 是啊 齐警公就开了一声笑上来 你身为商国 你这个夫人又老又丑 哎呀 那怎么相配的 啊 这样吧 寡人有个女儿 年少貌美 好了 寡人就把个女儿嫁给你了 贫子就说 我妻子年轻的时候 已经将终身交托给我 几十年患难夫妻 他现在年老色衰 如果我抛弃了他 那怎么对得住人呢 多谢主公 啊 齐警公听到暗子这么说 十分感慨 啊 你真是一位言德君子 啊 对自己的妻子尚且这么忠诚 何况对国家对君主呢 从此 齐警公就更加信任暗子 国家大事 统统交给暗子来主持 暗子呢 仰仰亲力亲为 以身作责 十分得人心 他又教齐警公 要爱惜百姓 減免赴税 救济贫穷 开发资源 那齐国呢 就真的逐渐富强起来 那时候呢 齐警公呢 又想学过齐庄公那样 到处收罗武士 啊 让他找到三个勇士 一个叫做古野子 一个叫做田开疆 一个叫做公孙哲 这三位勇士呢 都是当时齐国有名的武士来的 三个人都大有来历立过大功的 先说那位古野子 原来呢 他是齐警公 徐从护驾将军来的 有日 齐警公坐船去晋国 会见晋国国军 那齐警公呢 有一匹最深爱的马 去到哪里都带着去的 这回呢 就过黄河去晋国 齐警公也将匹马带上船 嘛 开船没耐 齐警公呢 就挂着匹马 就怕那匹马饿嘛 就吩咐徐从 拉那匹马来到船头 趁着看着那匹马来到船头 怎知忽然一阵狂风骤雨 波涂洶湧 熬到那只大船几乎翻了 你带着看着那匹马来到船头 他的帮助 我一定要发现 那匹马来到船头